女人戴着手铐 被带到现场还原案发经过 当用绳子绑完模型后 却陷入了两难 因为她根本不知道 凶手是用哪个颜色的枕头行凶 她望向人群 警察抬手指了指表带 女人立刻心领神会 拿起棕色的枕头 故作凶狠地表演起来 媒体纷纷上前拍照 她表演得更加迈力 凶狠的眼神 狠利的动作 三两下便弄坏了模型 随后更是摘下口罩 怒视前方 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凶手 其实警察何尝不知道 女人并不是真正的凶手 早在审讯的过程中 她便一问三不知 可是为了尽快结案 她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女人很快被带离现场 围观的群众却是一份填膺 他们用近时间最难听的语言 不断恶狠狠地咒骂着 女人却突然抬头发现 不远处山头有个男人 冲着她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其实她才是真正的凶手 女人名叫金子 十个月前遭遇渣男意外怀孕 无家可归的她 只能投奔曾经的老师 而这个男人表面倒貌黯然 实则却是个恶魔 她利用植物之辩 轻而易举了解学生的家世 针对有钱家的孩子下手 乐取巨额赎金 随后便转到其他学校继续作案 因为从不对自己班级学生下手 所以从来没被怀疑过 她还有这一套奇葩理论 不仅能够让有钱人家 体验劫后余生的喜悦 使家庭关系更加牢固 而且巨额赎金对他们来说 九牛一毛 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 男人说服金子 只要帮他隐碍小男孩 自己就会一辈子照顾他们母女 可那天小男孩哭哭啼啼 男人竟残忍将他杀害了 随后带走了金子的女儿 以此威胁让他顶罪 金子没有办法 只能乖乖听话 就这样被判了13年 入狱后的每一天 金子都是以泪洗面 直到有一天 他终于想通了 自己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 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准备 先是跟狱友们出好关系 哪里需要帮助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他努力改造乐观待人 也获得了监狱的表彰 狱友们称呼他为亲切的金子 只是他们不知道 这是金子复仇计划的开始 他要通过积攒下来的善缘 为日后复仇获得帮助 13年很快过去了 随着金子的出狱 铺垫了许久的复仇计划 也正式启动了 这个狠婆特别狠 把丈夫做成烤肉 不但面不改色 反而津津有味品尝起来 强大的气场使得警察十分谨慎 他却充耳不闻继续摆弄烤盘 被判了终身监禁后 在监狱更是嚣张得不得了 新来的狱友得跪着请安 看不顺眼的摄友 便让他半夜抓蚊子 只是脚板上被钉了一下 他就将人一顿毒打 更是找到狱友取了 鉴于狠婆的犯罪前科 其他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可是有一天摔倒在浴室 其他人都在幸灾乐祸 唯独金子如同天使般 对他悉心照料 他还十分感动金子对他的付出 却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是金子在地上涂了肥皂 才导致他摔跤 随后更是在每日的饭菜里 加上了未用挑白剂 才提前送走了这个狠婆 金子在监狱里可是公认的好人 就连牧师都认为他是虔诚的信徒 就在出狱这天 牧师带着人盛装出席为他庆祝 还为金子带来了豆腐 每个出狱的人都要吃上一口豆腐 寓意着从此清清白白做人 不料金子却一反常态 原来他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伪装 13年前男人杀害绑架南海 威胁让他顶罪 现在到了他复仇的时候了 他先是来到一家理发店 这里的理发妹曾是他的育友 在他最痛苦的时间里 是金子感化了他 给了他活下来的希望 他将金子重新打理一番 现在的金子已经焕然一新 紧接着他找到监狱的大姐大 大姐大也是个传奇人物 和丈夫抢劫失败被送到监狱 不料因为肾衰竭危在旦夕 关键时刻金子挺身而出 捐出一颗肾脏 才得以活命 大姐大要丈夫助他一臂之力 金子掏出一本书 里面赫然是个手枪设计图 原来狱中有个间谍老太 年纪大了无人照顾 金子自愿申请照顾他 连监狱长都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获得了手枪设计图 女人找到十几年前受害男孩的家属 为获得他们的原谅 拿刀砍掉了自己的手指 随后花光了所有积蓄 才重新接上 随后安排曾经被狠婆欺负的育友 让他与男人结婚 至此所有一切准备就绪 不料他们的见面被男人发现了 他直接对控制住妻子 更是派人要解决金子 但是冷兵器怎么打得过热武器 三两下就被金子反杀了 男人再怎么聪明 也没料到妻子在饭菜里下了蒙汗药 等到金子赶到的时候 男人早已被迷晕了 随后便把他捂花大绑 正当金子想要解决他的时候 怀里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而手机上的挂坠却吸引了他注意 因为最底下的弹珠 正是十三年前小男孩的玩具 类似的挂坠还有四个 说明在金子抚育期间 还有四个小孩惨遭毒手 于是金子改变了注意 他要所有受害者家属 一同审理男人的命运 男人被绑在椅子上 女人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男人还想开口嘲讽 女人却直接堵上了他的嘴 随后蹲下了身子 拿枪抵住了他的右脚 男人还没来得及消化剧烈的疼痛 紧接着左脚又是一枪 安嚎声在教室回答 男人却是死有余辜 他不仅绑架孩子勒索赎金 却在最后违约四票 更是全程录像 只为满足他变态的心灵 一台老式电视机里 男人不顾小女孩苦苦哀求 一把拽掉了他脚下的凳子 就这样活生生被吊死了 而像这样的小孩还有四个 电视机前坐着受害者家长 此时的他们终于忍受不住 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他们本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就这样被无情地摧毁了 金子组织他们举手表决 是将男人交给警察 还是他们私底下解决 最终少数服从多数 他们选择了后者 而这边的对话通过音箱 传到了关押男人的房间 金子就是要他出在恐惧之中 家长们抽签决定顺序后 很快选好了公爵 他们轮流去到房间里 宣泄着失去孩子的愤怒 男人也在多重折磨下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几人开始清理现场 为了防止有人出卖 他们一同拍了一张照片 作为互相牵制的工具 在准备埋尸的时候 金子掏出手枪 对着男人的尸体补了两枪 为13年的愤怒 做着最后的告别 而金子也顺利找到自己的女儿 他被外国人家收养 金子找到地方的时候 外国夫妇并没有排斥他的到来 反而很喜欢金子 只不过女儿跟他的性子一样决 竟然拿到威胁要跟金子回国 他吃力地翻阅字典 看着女儿写下的纸条的信息 明白了女儿对他的爱意 待到他解决完所有事情后 他带着白色蛋糕 找到了女儿 望着满天的白雪纷飞 他将头埋进的蛋糕里 他希望从此以后 能够清清白白做人 只是留在他心里的伤疤 则会一直陪伴他到永远